大家晚安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好熱 熱烘烘的吹的偏南風 所以今天的天氣是一個很特別的 在一個轉換期當中 但是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一個封面系統 其實這邊看起來就是一個系統 在這個地方醞釀 有一道封面在這個地方 現在慢慢的往南移當中 各位有沒有看到 今天深夜就會接近到北台灣 大概是明天的凌晨到清晨 可能明天早上你睡醒的時候 北部的朋友 你早上醒來是被雨聲所吵醒 甚至有可能會伴隨雷擊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次 其實這個動得很快 預計禮拜二的中午 就慢慢的到南部去了 然後轉為偏東北風 然後慢慢的在禮拜三 四會緩和一點點 然後接下來禮拜五的晚上 另外一波封面又再來 又在東北風 又在降溫 所以這個禮拜就是兩波的系統影響 今天的深夜禮拜二 還有禮拜五晚上禮拜六禮拜天 那這次的降溫 老實說沒有特別的大 就是有一點冷空氣往南衝而已 大致上呢 禮拜五到下個週末的比較大一點點 有沒有看到這個可能會 空曠地區可能跌到13 4度 明天呢禮拜二到禮拜三的時候 可能會跌到 也是會跌到類似的溫度 但是還沒有特別的低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指的是台北市的溫度 台北市的低溫 15到19度 跟這兩天的落差是真的蠻大的 但是呢各位注意喔 這雖然沒有降到說什麼 各位十幾度的溫 12 3度的溫度 可是這個如果空曠地區 可能就12 13度了 那如果呢 你跟昨天相比的落差 就跟一天相比的落差 30度相比 就落差的10度 這個感覺是很強烈的 所以請大家 這兩天穿著上要注意一下 不要照著昨天的經驗來穿 明天禮拜二禮拜三要注意一下 接下來就慢慢的畫回溫 但是六日又在降溫 五六日又在降溫 所以這個禮拜天氣是比較不穩定的 那南部來說的話 也是有一點點小變化 但是沒有像北部那麼的明顯 這次來說的話 降雨就要注意禮拜二 有沒有看到這個是雨勢 大概是中部以北 甚至到嘉義都會有雨勢 當然是北部是比較多 這邊是比較少一點點 東半部也一樣有震雨 那禮拜二下半天到禮拜三 禮拜三等於是南部還有一點點 但是慢慢的在轉乾轉晴 然後禮拜四禮拜五 特別是禮拜五 晚上又一波又再下來 所以請大家多留意這樣的一個變化 大致上呢 今天晚上呢 各地的天氣就是留意這個變化 預計呢深夜到明天清晨 北部容易有這種雷震雨發生 各地都有雷震雨的機會 現在還沒有雷在發生 但是預期呢 它的動力條件還有水氣都夠 都有雷聽到雷聲的機會 今天晚上的明天清晨 所以明天清晨請大家留意一下 那禮拜二白天呢 大致上也是容易有雨的天氣 不過南部來說到 有下雨的天氣 基本上是相對之下空氣品質就會轉好了 這前兩天真的還蠻糟糕的 我們剛才建議 深夜明晨封面接近 週二中午前 北部降雨明顯 午後雨就會 禮拜二午後 雨就會緩和轉到南部 但是呢 叫禮拜三都會比較低溫一點點 冷空氣東北風剛好下來 大概中部以北很有感覺 南部一點點而已 週四五回溫 週五晚另外一波 封面開始暴到又再降溫 所以這個禮拜兩波系統的變化 請大家多留意了 在旁邊